新闻一开始先关注法国巴黎的恐袭案 查理周刊杂志社7号遭到武装人员持冲锋枪和火箭筒袭击 导致包括周刊主编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透露 其中一名涉案的18岁年轻嫌犯 已经在东北部的一个警察局自首 警方目前还在追击一对兄弟嫌犯 在恐袭事件发生后 法国警方展开大肆搜捕 势必要把三名涉案嫌犯绳之以法 其中一名18岁的嫌犯过后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警局自首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名年轻嫌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 决定前往警局自首 而法国警方也已经发布了另外两名兄弟嫌犯的照片 巴黎警方表示 两名分别34岁和32岁的两兄弟可能携带武器 而法国内政部部长卡泽纳夫也表示 将会动用一切方法寻找发起这起野蛮行径的犯罪分子 而在恐袭案中蒙面枪手逃走前 以行刑射手法枪击一名路人的视频 也在网络和各媒体曝光 最初中枪的男子倒地痛苦哀嚎 两人本可以马上离开 但却残忍地冲上前 对着男子的头部射击 导致对方死亡 据了解该名路人是一名警察 因此不幸遇难 另外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袭击事件当晚 也随即宣布第二天为全国哀悼日 呼吁民众集体哀悼枪击案中的死难者 并要求全国连续三天降半旗致哀 奥朗德也强调预计的是整个法国 呼吁法国人民保持团结 全力追击冷血的恐怖分子 法国民共同�er 法国民共同胃犯 国民共同胃度 法国民共同胃生 奥朗德也谴责攻击一家报纸 攻击言论自由 卑鄙杀害新闻记者 以及警察的行为 是极其野蛮的 NV7综合报道